饼丸和液化器哪个耐用 如果是同容量的饼丸和液化器 那么饼丸更耐用 这是因为燃料中轻的质量分数越大 燃烧放热越多 用量越少 但是如果是家里做饭用的话 饼丸使用起来可比液化器昂贵多了 液化器主要是由CH4和CO 及甲烷和氧氧化碳等 液化器中除了这些物质 还有很多其他的物质 例如当液化器泄露时 你闻到的气味就是流化物的气味 其中还有很多的丸听 是不完全转化的CH4物质 而饼丸是一种较为纯的气体 饼丸是液化器成分中的一种 也是最贵最好的一种 它的热能值最高 挥发效果最好 灌装在钢瓶内的压力也是最大的 液化器是许多可燃气体混合而成的 饼丸只是其中的一种 可燃气体中只要是碳链比较短 在常温下是气体的 就能用来做饭 但其实 液化器就足够我们家庭使用 不必选择昂贵的饼丸